看一下母親節快樂幾個字 不過我本來想說這是不是用一個愛心 然後上面打母親節快樂等於五顆星這樣子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 做起來不是很漂亮 可不可以做可以 非常簡單 你要什麼形狀就有什麼形狀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以 這一個例子來看 如果說五個這種圈圈的話 那第一個呢我們來看一下 一請你找到什麼 找到在工具列上面 會有這些 各式各樣形狀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是利用矩形 我們開個新檔嘛然後全選貼過來轉個方向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不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用矩形的 圓形橢圓形 這個是要圓角 矩形嘛這麼多還有多邊形 另外的話還有制定形狀 這個有什麼我們今天假設要是 是圓形的話 特別說圓形 請你選擇橢圓形 但是你想說那我拉一下你會發現喔 他一定是橢圓形 可是呢問題來了我今天如果希望怎麼樣 希望他的 形狀剛好是正圓形的話 該怎麼做 對 你怎麼知道 以前教過嗎 所以你舉一反三 不錯喔 因為上一次我們上課講說 直線的話是按 它就會垂直 如果說我今天圓形的話 請你按 有沒有發現 他一定就是正圓形 OK 所以有拉一個正圓形 那顏色記得先選 因為我剛剛已經選了這個顏色 所以按確定之後再去 拉一個形狀就出來了 另外框線要不要出現 你這邊也可以再做設定 等等 如果你這邊的話 看你要怎麼去調整 這邊其實還有其他樣子 可以做 後續的調整 第一個 我們先完成 一顆 一個圓 那不過呢 第二個如果有些同學想說 那老師我要其他形狀 可不可以 這邊有個什麼 矩形 按下去 當然他拉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長方形 所以你要正方形的話 怎麼做 一樣嘛 按Sube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都一樣喔 以後你用Illustrator 或者是像Flash 其他Adobe軟體都一樣 圖層也不一樣 也都一樣 長得幾乎 相似度80%以上 也就是說如果你會Photoshop 之後啊 你再去使用 他其他軟體 你會很快上手 但是如果你一個都不會用的話 你 還是不會 OK 所以基本上 第一個 另外 這邊上面還有呢 還有什麼 圓角矩形 這邊你也可以試試看 還有所謂的多邊形 線條這個不用 上禮拜有講過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制定形狀 比如同學問說 老師我希望 母親節快樂 可不可以給我五個愛心這樣子 五個愛心 五個愛心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按一下他 旁邊有個箭頭對不對 點他一下 點這邊一下有沒有發現 旁邊就會有個箭頭了 裡面的話有這麼多啦 他預設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 愛心的形狀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是利用什麼 如果你要增加愛心的話 這邊有一個什麼 愛心的形狀 選起來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愛心 然後就選一顆心 一樣怎麼樣拖拉他 就出現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道理 那不過呢 那所以這邊有蠻多的變化 隨便你看要什麼樣的形狀 不過剛好是有心 其他如果沒有的話 那當然沒辦法 其他的話你可以在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然後 看他他好像要加入一些東西吧 你可以再加入這麼多 有沒有發現 他還可以旁邊還有個什麼 動物 有沒有 來把他加入 動物就會出現了 還有 他有一堆 動物出現了 還可以再加 有這麼多 所以你將來如果說要做一些小插圖的話 哇 裡面的話有這麼多花樣可以變化 所以 請各位 善用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先不要做這麼複雜 我們假設 我要的東西 很簡單 就是像剛剛看到的 總共就是呢 有五顆 五個圓好了 不要弄那麼複雜 如果你們自己要弄自己再去 然後呢 我這個圖層像這兩個我不要 這個跟這個不要就是上面這兩個把它拖拉到垃圾桶就可以了放開 這樣就丟掉了 或者是你按右鍵刪除圖層也可以啦 那如果我要五個的話這個是第一個圓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是輸入什麼圓 假設這個叫圓1好了我的習慣 就是 名稱的話他叫形狀1嘛點兩下把它改成圓 圓1好了然後呢底下的話圓1圓2 那一樣按右鍵 複製圖層 然後這邊的話圓2 再右鍵反正就是總共我要有八個圓所以就是 3 然後就是 按右鍵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可以嗎 複製再去複製他的圖 然後4 再5 可是你想說 怎麼好像目前沒有動靜呢 為什麼會沒有動靜 因為呢 這些全部都疊在上面 那你必須要先把圓2怎麼樣 選取喔 把它移過來 圓2就過來 好 圓3的話呢就再移他一下 圓3 圓4 那特別注意 一定要點到這個 圖層喔 否則你會移動就沒辦法好好移動 好 5顆星的 5個圓 跟著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希望怎麼樣 這樣把這5個圓上面 增加 母親節快樂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的字型非常有限 字型呢 只有 微軟正黑體啦 什麼標凱體 沒有裝很多 所以 就長這樣 假設我用 微軟的正黑體 那打字的話 剛剛同學有試了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 叫文字 因為我是水平的 所以你就用文字 水平的文字工具 1 2的話請你點選 這邊的機關 這個機關還記得吧 3的話原來字只有12啦 不過12似乎太小了 大概把它 改成100 那100夠不夠大 其實沒有關係 還有個方法我的習慣是先打字上去 然後再用 那個Ctrl加T 變形工具可以放大縮小 也可以再放大縮小 那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原來的 間距 假設這個水平間距原來是0 那我把字的顏色的話假設 我隨便調一個比較淺一點的 因為對比色它的比較深 那我就調一個淺的黃色好了 假設這個顏色 然後字的大小調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在這邊打字 那打字特別重要你把它點一下 它的圖層 一定會是在最上面 所以不會被蓋住 可是有的時候可能會在下面喔 那你可能就是會被 那個圓給蓋住喔 那我打一個那個叫 母親節 假設吧 母親 其實可以連續打只是說他這個地方 母 親節快樂 OK好 字輸入之後的話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他全部都擠在一起了 那如果你要重新編輯請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再把它選一下 再去更改他的大小 比如說他預設72啦 原來是這麼小的 那你就直接把這邊改100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位置可以調整 其實你移動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會出現一個箭頭 不過這樣移動 其實有時候 不太好移動喔 選取他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的水平間距 所有的水平間距 字跟字之間的間距 好像太緊密了 所以怎麼辦呢 關鍵來了 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水平間距有沒有 請你大概把它改一下 大概改成50看看 有沒有加寬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50喔 不過50好像不夠 之前我們好像上個禮拜做的是400 今天的話恐怕 200看看 有沒有發現寬了一點點 他已經稍微讓開 至於要多大多小 寬度多少 字好像太大了 大概用90 大概80好了 80 然後寬的話大概再拉大一點 300 有沒有發現他自動會調 300好像不夠 400 OK 好像還不夠 反正這個字 再調一下 這個有時候蠻花時間的 好假設呢 我大概調的差不多了 那位置的話呢 再把它調整一下 往上一點點 好像還是不夠 500 500 接近了 550 好差不多了 好 最後記得呢 把它打勾一下 有沒有看到 母親節快樂 如果說你覺得還不夠 這邊可以隱藏 雙箭頭就是 可以把它 稍微 縮 縮起來 然後呢 移動 這邊可以移動工具 一樣可以在 針對這個 製作移動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上下左右鍵 往上 有沒有發現 往下 微調 有沒有 記得喔 一定要學會上下左右微調 為什麼 因為 有的時候真的你用那個移動工具 一移動 就會太多 他一個好像就蠻多的 他沒辦法說 微調 所以你可以配合 往上 往下 這個好像 跟那個宋春那個還蠻接近的 把它 弄到 差不多了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 大概完成到這裡了 所以細節 放大縮小你可以再配合 Ctrl T Ctrl T 可不可以再放大 可以啦 其實有沒有 是放大 縮小 壓扁 其實也可以再調整一下 旋轉可不可以 不過這個好像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比較OK 這樣 這個可能就是每個人美感經驗不一樣 我喜歡歪歪的 那你就自己 如果移動好像 不太準 最後記得打勾一下 向左 向下 有沒有 這樣感覺 很精確 OK 這樣好看嗎 反正這個每個人美感經驗不一樣 最後做完的話呢 我們就 大概做到 其他 如果你覺得不要是圓的話 你可以用這邊有個什麼 自定形狀 這邊還有這麼多啦 這麼多 你不夠的話 這邊還有個什麼 自己再加一些其他形狀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 練習題裡面啦 反正就是把 上個禮拜 交的部分 再把它 加進來 然後 用一些 不一樣的效果 盡量去嘗試啦 反正主要我們利用這些練習題 讓大家熟悉 那個 這個Photoshop裡面的基本功能 這些基本功能你都熟練的話以後要變出基本的東西應該沒問題 但是一些進階的功能我們再慢慢補上 如果有些東西 後面還有一些練習題 那個證照考試 就是範例題的話 那你也可以再把它加進來 裡面大概還有什麼呢 後面在104 106 也許 如果 這一題做完了同學 想要再 多學一些的話 可以先看一下那個練習題部分